词曲 刘铭 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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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张图 当然 重点在于 他有 不少 千燃烟雾区 这个 如果善加利用的话 是可以增加自己的影迹的 对 之前就有看到 有那个 这个骨鱼在那个天然烟雾区里头嘛 然后外面那个201亮了 结果骨鱼还没亮 它本身视野就不如那个玩意儿 再加上那个它更难亮了 这个天然烟雾区大概也分浓的和蛋 在浓的天然烟雾区差不多相当于 银币烟雾蛋的1 2分之1的银币 5线全部侦查我6到0线 当然对于这种本身雷达就比较差的潜艇来说 这个影响就非常大 那那这样201在那里起不吃亏更大了 因为潜艇是出了名的 就是说在水面上是瞎子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201它在水下比水上还跑得快 这个问题你要问策划同学 这是吃了什么药了吗 难道是两套动力装置吗 我看双潜艇竟然是分线走 哎这飞机亮了不少 双潜艇不分线走 没必要 当然这次他们的潜艇就是还是略有区别 跟上一局是有点不同 这次他们潜艇没有沿2线走 他们沿在哪边走 这边是随便人员玩玩这个骨鱼啊 现在走到E4 它是贴了这个山的右侧 而不像上次走的山左边 这时候我们骨鱼在朝里面那个朝朝的方向移动 那应该是主攻方向 我想你的主攻方向也没有变 还是九线 啊 反了一排鱼雷出来 现在是一大片烟雾 但是 烟雾会不会妨碍他看鱼雷呢 那就不清楚了 我看 哦 这是没亮 但是他还在打 看看这个这个朝朝 他现在不然潜艇在这不动 我看一下这把鱼雷 这很难雨中吧 自行打飞机 但是他流行雨要来了 你们那边随便射了一把 然后这边流行雨来了 哎呀 哎呀 叫射 他撞山了 麻烦了 这怎么会撞山呢 就没有躲这个鱼雷鸡就撞山 那反正他就是撞了呗 还好还好 后面 两把没有中 不然就 就要跪了 这时候前面骨鱼给他来了两个雷 让他转了个像 鱼长亮了 这个有点悲剧啊 这样的好机会 撞山了竟然没打中 好 古鱼有时间下潜吗 啊潜了 哎肯定来急 这这么远怎么可能弄中呢 哎呀危险 哎这这一下很痛啊 这一轮应该是中了山霍斯特的炮啊 对呀 嗯 怎么还不这种时候 我天 喂他还不打烟 虽然头顶有飞机要打呀 所以我觉得他有点危险 他死了啊 他八个烟肯定没有 不可能用完 然后你们的那个好像一个潜艇 刚才在 第七的位置稍微亮了一下 应该是 哇他这个 他这个位置有点猛啊 我们主地全在里头 主地的现在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位置 嗯 你看这个各种量各种B走位 里面的人全都弹吞了 两个都在这边 我靠 但是他的雷打得很散 应该是中不了的 只是B对方无法输出而已 这时候 他已经很头大了呀 快速推进 要跟上才行 因为现在不在输出位置 这个距离应该是六公里以上 诶诶诶 可能要中一发 我们站立中了一发 诶诶又来了一排 我感觉这个站立要跪了呀 哦 1201会不会被骑 我们看他会不会被骑 诶 你就被余掉了一个 啊他稍微减了一下速 那这样是炸不到了 没那么容易炸掉 1201的最大优势就是他 随下灵活吗 骑不到 啊 你要骑的时候 他马上给你 快一下或者慢一下 诶这个时候骨鱼 啊 被一个鱼雷消失了 说明是安全范围内 重是重的 但是并没有伤害 这个时候 201放了一把 诶这一把吃的不应该 诶这就是糟糕的情况 现在 但现在 不是他们后面那些炮船支援不到嘛 那这样长 船船都搞下去 这边肯定会骑掉他的呗 不是 关键就在于 他们的炮舰的潜艇被潜艇挡 知道吧 所以是上不来 那那这两个上来这个很单腾的呀 现在就靠两个潜艇在强行 哎呀哎呀航妈快跑 有个航妈已经被炸的快死了 诶这个大缝中了至少两颗吧 啊现在变成了一炮货了 哎呀 潮潮中雷了 这个啊 这个完全是不悲剧啊 他竟然被 骨鱼的雨雷 用尾雷打掉了 那那那这怎么办嘛 这个时候 潮潮现在 潮潮是被打掉了 你看他这就无法无天了呀我靠 没有办法 谁让你驱逐死的呢 啊一把鱼来投死他漂亮 但是航妈死了一个这个代价也有点大呀 有预计 现在古鱼是用炮抢 打掉了大风最后一点血 当然他自己也躲不开大风就拍雷 这样也是搅得我们这边家里面鸡犬不宁 不不不不 你们还是战官了 你没有看到这边 这边损失更大 你敲 这边的炮箭被潜艇搞完了 损失的只剩下两个航妈 一个战列 一个潜艇 而且潜艇还在我们家这边 搞不好又要死了 现在没什么用 1201现在氧气是不足以对抗潮潮了 毕竟 他之前用的氧气已经用在了大阪 嗯 现在肯定是无所作为的 嗯 这局没有什么悬念 应该是自然烤串那边的胜利 哎呀他没养了他要憋死了 是啊 所以我说没什么用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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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艇一旦孤军深入这个就没用了 而是他们的潮潮开始死太要命了 啊 因为他死的那边正好 没有反潜 导致 一个潜艇就要了他们的命 嘶 这 那这也是没有办法呀 对 现在他们剩下的航母其实做不了什么 啊 对方剩下的都是快船了 两 利根利根 布鲁克林 你想想看你怎么办 毕竟对方 三个利根 你 你靠鱼雷机想搞定三个利根绝对不 好难呀 那个 这 这怎么搞得定吗 人家 三个防空船 四个哦 要布鲁克林四个防空船 哦 啊 这贵呗啊 人家四面八方向左下角围过来 好然后亮到了这个战略舰 呃 其实随便玩玩有一个大问题就是 啊 二线那个潮潮 知道吧 其实没起什么作用 嗯 这边的潮潮一死 他竟然没有调动那个潮潮 啊他被炸死了 躲 太慢了他躲不掉 这这已经没什么关系 是他们 哦 他大死完 大凤是不是还在这个战略舰前面呢 刚刚我看见几颗炮弹落下来好像爆炸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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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不能输出 他这时候唯一的选择应该是回家缓钱 赖完也得跑过去啊 也有道理 因为你不能让利根死光 利根死光这局其实已经没法打了 对 利根一挂一个是火力支援没了 另一个一个强力防空单位也没了 有点恼火的 现在 是要休息几分钟啊 也要商量一下接下来的对策 这边是这个烧烤队先拿下一分 嗯 第二把地图是 大海战你码平板图一个 大海战呢 说实话 对对于重型来说更有更好打 对潜艇来说稍微就 没那么好打了 啊 太太宽广了 对 对方有充足的空间来 激动 关键他不光不光是宽广 关键他平的 你这这怎么说得了 嗯 这就说潜艇不是输出单位啊 所以说光靠潜艇的输出肯定是不够的 你不能 但实际上 这随便玩这大问题就是他们的炮箭其实没有没有构成任何输出 对本来本来潜艇刚出来嘛 大家以为就心里面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那种那种刺杀型的单位啊 然而发现其实其实是一个躲着开眼的 嗯 这个 这个 当然对 也对 他其实还是一个输出单位啊 越高级他越该向于 点亮单位 对 对 关键就是他他能潜嘛 然后 你如果说遇到一个靠谱的潜艇玩家 你真的不等他氧气耗光 如果然后然后他也不孤心深入 那这种很难搞掉他的 嗯 高级防一方面没有那些 傻傻的站在原地不动等着你去鱼的战略剑 另一个战略剑本身的速度提伤了很多高级战略剑 比较三十几节很正常啊 我靠 那天你你不知道我看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康巴斯 他打野对 把对面打成狗了 哎 呃 这 这东西见得多了啊 啊 不况 我们跟康阿子在野对又不是经常 也经常会遇到啊 嗯 又不是说不认识 对啊但是你放在比赛里面这种很多情况 他就又不一样 嗯 想想要轻易造成伤害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一个是去点 另一个呢就是说通过放鱼啊 稍微限制一下对方的走位 嗯 山科斯特刚才在这边看 为什么能轻易被鱼掉 很显然他应该是又输出了一轮炮 所以他才没有来得及躲开 而那一轮很可能是能够打中里根的 嗯 哎其实刚开始他那个 玩意儿 他他躲鱼了结果躲撞山了 这个 亏大了 嗯没办法 这个 这种失误是非常不应该的 这也是 啊 这一局输掉的关键 这个只能解释为他自己操作不注意 因为也可能确实 可能确实 没玩这个的玩家 他不是太理解啊 这个驱逐他要看的东西其实很多 可能是移上来一点紧张 嗯 因为驱逐永远是最难的 就是因为这个 你需要看的东西太多了 啊 这这个这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各种看 是 只要你稍微舒服任何一方面 就立刻死掉 他断山肯定是被鱼雷机吸引注意力 然后这个 啊 就视角 他的操作视角一直在天上 于是他就撞山了 对 对 一直看上面去 结果 没注意一看这里眼 因为这个防空炮视角 是看不到周围情况的 即使近在支持也看不到 嗯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要命的行为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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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看他们 第二把会怎么发挥吧 啊 还有两个 WC 哎呀好像回来了吧 嗯 其实他们那两个潜艇摸到那里 本来本身还算比较成功的 但是 嗯 那些炮船没跟上 过来还摆过来 呃 他不是不想跟上 刚才利根和山获斯做了一次尝试 想从零线 就是强行穿过骨鱼这个封锁地方 啊 不行 啊结果没穿过来嘛 就是 结果就是被干掉了呀 啊 啊 除了山获斯之外其他 利根和布克林全死了 所以说 其实他那两个潜艇还算比较成功的 就是这个 没没搞得成啊 也 也 也跟可能之前那个驱逐死的太早 也关系嘛 如果不死的话 啊 怎么说 他们潜艇已经做得很不错 就是说 毕竟人家两个驱逐都回房来反潜情况下 嗯 能打掉这么多已经很好了 嗯 但关键你那边你没有潜艇 那个潜艇是没有反潜单位克制 就是为所以为 对 等于彻底把它放开了 我靠他想进来干嘛干嘛 这个就给你搞出事了 嗯 这个局面你可以知道 如果他开始潮潮没死的话 嗯 这个说实话 又想压制那个骨鱼深浅还是不难的 嗯 这种情况下 他如果炮箭及时跟进 这边在潜艇点亮上输出 因为这两个潜艇的话 可以保持很 三到四分钟 强制点亮 他只要跟上来 这全部就是靶子 对 好 第二把开始 嗯 嗯 这大海这两个图上现在 依然是 这个随便玩玩的双潜艇 对 自然考上的单潜艇 哎呀这个地图非常的宽广 虽然这个国旗 哎呀 这个我 嗯 为什么国旗站呢 这个地图一直都是这样的呀 嗯 哎 哎 后面的大缝别撞上我了 我靠 哎我自己往前走一走给他挪挪位置吧 啊 啊 五十六这个走的也够近呢 嗯 嗯 还算不错啊 一望无际的大海啊 嗯 平的不能再平 利根感觉 没怎么动 他这是打算二调整的 嗯 那看他自己 因为眼传 眼传应该是早就出去了 啊 感觉行动并不迅速 他的利根现在才动 封面 鱼雷发射 这个哎 侦察机应该是发现了潜艇 现在你们两 你们两个都看到了 两个都亮了 嗯 我从这个视角也能判断得出 两个潜艇都亮了 然后后面那个被射了一把 我靠 半血就没了 这是下前半的悲剧 啊 对 所以 还没有走过去 先吃了好几发炮袋 对啊 一来就损失一半的血量 然后有哪些东西 坏掉只有不知道了 呃 不太容易吧 因为 对方估计 看不出来 应该是没坏掉 啊坏掉 那么急不大 肯定作为金币修理箱 那就是一下子 我切到我们的潜艇身上 古鱼的一排密集雷 不是 1201的 呃 我们古鱼快前 不前来不及了 啊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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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远怎么可能中 除非他不看雨雷 但是一般来讲 应该不太会犯这种错误吧 呃 如果这样都成的话 那我只能说就是 这是路人级别的潜艇 啊 直接被对方 后 后排 没亮的潜艇打沉 这次 啊你们的那个利根 被秒了 我们有一个那个 战斗机在他头顶上转 然后 他们感觉不防空还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不让人随便打死呢 那个 战斗机 应该进台设程好久了 但没打掉 对啊 已经 加加头上转了很久 就是因为这个 才一直把他看着的嘛 不然的话 哪来那么久视野 那肯定啊 在你要考虑清楚 金币烟雾弹 如果你确实打下飞机 马上 这金币烟雾弹 立刻就会死你 好了这时候你们飞机也飞进来 亮了一堆 然后现在再看 两个潜艇 哎呀这也是放了各种鱼了 但是 鱼他们还是打算去追啊 这是 冰家大吉 他为什么要去追这个1201 他追得上1201 他怪不要以为人家生前 你就追得上 对啊 他生前也很快的呀 对 跟你水上 一层的速度几乎是没区别的呀 这怎么能追得上 对吧 反正至少相当于他来讲 这个人家是很快的 目错他有悲剧了 看看骨鱼什么时候起来点 这个骨鱼 不知道 这时候你们家那个骨鱼 我们已经看不见了 只看到201 他刚才生前了啊 他刚才也是生前 就是为了灭脸嘛 现在就看潮潮能不能亮 他扶起来一下 有那个丢弹机去搞你的家战列了 刚才应该点的亮那个利根 你们家骨鱼转向了 哎 潮潮我过来看来是能够亮得了 嗯 咱打这边的这个不可能中吧 我们家丢弹机飞过去 发现有密集的反空火力进不了身呢 呃 对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这样 你刚才一下就被鱼死 骨鱼小心 啊 但是躲过来看样子应该 骨鱼一般都没什么用 啊 1201应该接近了 他朝里面放了一把 我看里面的战略应该能躲开 好像吃了一堆游行鱼 这个 现在血量掉的很厉害 嗯 再 再 再吃一波就要没了 骨鱼要去骑 他能骑得中 我感觉 哎呦 不好说 啊啊 好错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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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鱼的转向本来就比驱逐慢啊 哎 我们骨鱼被鱼了一发 哎 这样也能做 他在那个换换换换层的时间 换层 然后他光注意躲到这个骨鱼的鱼类 没注意鱼类 没看到那边来了一排 哎 现在是所有回缩啊 就是非得想去搞201不可 嗯 这时候好机会 这时候可以迅速的炮剑跟进了 现在没有人去 因为你全部去硬封那玩意儿去了 哎呀我们家骨鱼被 又被鱼类鱼死了 这个 哎 没有办法 这就是你把驱逐过于回缩的结果 同时你还没制空的情况下 你就没有办法提前发现鱼类鱼了 这个这个要被 这个要被 要被摁到那个角落里面去了呀 啊 还是随便玩玩的被鱼类在中场 啊 你们的 你完全靠电 对啊 对啊 你飞 航母 到底搞什么飞机了呢 至空丢了的话 现在非常被动 我现在这边 嗯 现在 他要 他要鱼这个草草吗 他往这边飞 然后现在 什么鱼呀 口顶一片飞机 我也是说呀 你看他真的往这个方向飞了呀 我还不信 利根的炮有这么水 你打不死他吗 哎 扶上来了什么情况 没养了 有可能吧 但是 扶上来他也活不了多久 对啊 扶上来得赶紧下去啊 好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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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炮 但是 现在就脱一会儿算一会儿 这个时候你们这边派了人来在圈子里面待一下 各种恶心 那只会儿的抢炮位 五岛就要跑走 布鲁林估计要进入输出设置距离了 他就是把布鲁林当炮剑要来打敲敲 好啊 哎 这一旦拿到这里面这也挺恶心的 你说这不去也也不是 这要 意思是要逼我们分兵吗 对 好不容易搞定了一二零一 就是把所有的版权全收回去 终于起掉了 但是这一旦有视野里面那边可以猛轰啊 但是情况还是很不妙你看看 啊 超超死 对 一直被打总要中 诶 这个 这 竟然没有转向 然后 站立下会中一发 哎呀 这是非敌啊 啊 但是布鲁克林 嗯嗯 躲得开 躲得开 我靠 难道这一把要打成一比一了吗 哇 现在还有得打 因为古鱼死了之后啊 现在双方是各一个眼嘛 嗯 那你就看 这 之后的情况 哎你们这边来了一堆丢弹机 这战斗机去跟吗 不去跟 然后立根过来 先撸了一炮主炮 然后开始防空 打飞机 不 布鲁克林是 好他自己也转向 打掉了 哎 就 但是后面这个大风啊 哎 你不要再往前开了 一发 哎大风 一发是动不了的 妈的这个这个大风危险了呀 他要死了 你敢 你敢信吗 靠 刚才 你们那个鱼雷鸡 他不是投那个 就他进来看见立根了嘛 他知道自己快没命了 他就赶紧投了 然后立根一个转向一个减缩就躲过了 然后后面那个大风应该是没有看 看外面去了 结果就刚好全中了 这只能说请允许我做一个北上的表情 哎 你不要一个航母 啊你们这边来了两堆丢弹机 我靠 已经有一队吸引了不少火力了 一队也在吸引火力 这个这个这个 当然获斯特估计接下来可以发挥了 对方我看潮潮的血没有多少不说 而且 对方只有一个航母啊 对啊 立根对打山获斯特还是那个略是相当大 哎呀我们像潮潮我感觉要死了 好低的血量啊 200 看谁的潮潮先死 哎呦哎呦哎呦这一发磨出来了啊 啊还好还好 我以为他被磨死了 潮潮打潮潮并没有中 这是我们这边要盲射你们家潮潮 哎呀哎呀 啊 人还都没中 盲射潮潮哪有这么容易 哎 现在这个步骤现在正是发挥的 我靠他被打成三四四血了 我紧张的一滴 我紧张的一滴 但获斯特现在突飞猛进 哎 这队雨雷机看来又没什么机会搞 哦 利根这放弃了输出山火斯特直接打不可怜 哎这个判断也不能说算错 嗯 4000多起来的话 呃开销宇宙也打不错 这时候你们下面这个战略剑正面出现了 然后他对着了 利根头上就一炮 这个距离非常爽啊 这个距离可是副 副直接打了 啊 如果他打了 两个十根的话 嗯 就赢了一波半 但是好像 哎 看来说不到 利根开 已经开小宇宙 哎呀 最后这一轮相当的不准 既然没有打穿里根 我靠您不要愣着要打呀 这个边线鬼处理 他要被别人收了 他不但没干得成 这一下情况就非常不妙了 这强奸不成反被干了 我靠 你把这两个绝毙要干掉他呀 他们两个上弹时间肯定比他快呀 你们后面来了什么飞机啊 战斗机那没用 杀恩扩侧刚才应该是 飞机角度不好 首先火力不能发挥 而且他复炮没有几门能开火 刚才我这边突然延迟了一下 这个不如连强行去打 这一看都没有瞄准吗 你看这怎么打得中呢 你把这都给打回来了 不不本来就是军事局啊 正常啊 所以说杀恩霍斯特那个怎么说呢 他没有很好的控制距离 嗯 刚才他会死应该就是 如果距离控制的好的吧 应该不会减 这是我们潮潮 图上有飞机啊 好危险 没什么关系 对方只有一个潮潮的处处 有丢弹机来了 这个你能丢得动潮潮吗 你不要骗我啊 哎他真的丢了 潮潮转向 减速 好的 但是这个时候 是不是又骗他减速 然后会有炮弹打他 我看天上有没有 然而天上并没有 没那么快锁圈 当然你可以理解为 你读书少 所以就来骗你了 哈哈哈哈 呃 这感觉没亮嘛 这个潮潮 你们家潮潮已经亮了呀 他现在头顶有侦察机了 肯定开炮了 他强行打了一场 各种事 然后他也在反射我们家潮潮 但是似乎目前还没有中 那你们那边中啊 2014 很危险 啊我们家潮潮又补了一发 会中吗 没有 我靠这打的简直是紧张刺激 我立刻要来收他 你不要带 啊贵了贵了 你看 只剩下两个航妈了 这个就是 因为那种情况下 他山或测写的强风 这个是不对的 我靠这下 这个随便玩玩这边有点难了 因为占领人数有点多 好快啊 呃 不是这个 如果是我 绝对要前决 这不是 我是不会站的 你被你个全天挡 还有 几乎五分钟呢 全天完全能做到 但是 但是 他们可能觉得自己血量 这各方面都 可能觉得 哎呀还是 他们的选择并没有错 嗯 既然对 有加速占领这个buff存在 直接去占 这是没有问题的 嗯 要不然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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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 万一就是想全天给 给玩脱了 呃 观众大概会喜欢看全天吧 哈哈 但观众肯定 喜欢看一些喜闻乐见的东西啊 当然如果全街不成反被操 那观众就更开心了 那观众就笑了 已经四脚朝天了 这边又让他们休息三分钟 他们要看一下 那又要讨论了 随便玩玩 这边肯定要刷张对策 实力也不是赶他们很差的 得想办法 刚才差点就把他们打死了 结果这样被他们翻回来了 这个应该不是说差点没打死 只是说打到一个胶着状态而已 但是他商人霍斯特走在最前面 他是干不过两个力跟的 对 等于已经双方先入互拼了 然后因为一些事物都拼得过 这个非常危险 他肯定是一个错误的战术 因为商人霍斯特要面对的 其实他不仅仅是两个 应该是三个力跟对方另一个是力跟没有过来而已 这个东西很严重 山霍斯特对付一个力跟应该是有明显 就是对付两个是就打不过 对付三个的话 那没有任何悬念 那就稳挂了 那个布鲁克林基本上是 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发挥炮击的 而且他走位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他的布鲁克林也是在沙恩后面 就是说甚至连替沙恩点亮都做不到 嗯 刚才那个局面你注意一下 他是配置 他有一驱逐 然后已经没有利根了 然后布鲁克林山霍斯特加两航 对面是一驱逐 三立跟一航 这个配置下面肯定是 山霍斯特是不可能主动进攻 对 只能是利用他们 比如说谁调队对吧 他如果都摆在一起 就这样队撸 那肯定是撸不过的嘛 而且他进攻之后 甚至本队这里是没有 堆积支援 啊 对不起什么都没有 他就是个裸的 他就去了 对 布鲁克林不可能炮击 因为不停了就打飞机了 嗯 其他干不了任何事情 这种时候你只有山霍斯特一个战斗力 肯定是上不去的 正确方法是打拖刀 山霍斯特的打拖刀的话 非常擅长 而且你的这时候你的优势在航母这里 你必须要等啊 对 你对面多一个航妈 啊 你只能等 等自己的航母支援过来 如果你不用 余A级先去投掉一个力量的话 你不可能攻得进过去 说到底你暂时没有空中支援的话 你就撤 知道吧 然后等航母汇集够飞机 对飞机一来他就很紧张 他他总得过天上嘛 他分心了就 前 前期随随随随随随随 看上去有优势是因为他们掌握的制空吗 嗯 但是这后面输 你不能就是你没有在空中支援的情况下就 前进 这显然是给对手打 对面的余A级是不停的往这个方向来 对应该飞机先去然后拖住他 正好他打飞机的时候 沙恩霍特在比较远的距离撸一撸 他直接顶上去了 超市投送边理 嗯 你方航母飞机不在就相当于你少人了 嗯 一个人打对方三个人 嗯 就是在这 对这条战线上面 你的投送兵力其实只有1.5 嗯 陆克林斯当时算半个人 对方管三个 哦现在随便玩杀气质一上来就说对面航母 飞机走位非常屌 哈哈 这个这个是好事 应该说刚才他们讨论应该是已经意识到了 刚才在对比较运用上他们是存在缺陷的 嗯 这个没有实现这个不利协同 看看这 现在他们能不能 不是你你你那边已经进去了吗 我进去了呀 哎我还卡在这里 你是什么独条卡 不知道我赶紧给间列打个电话 不是你什么情况你独条卡了吗 我不知道为啥我还我还在这个房间里头 你没开始载入还是怎么回事 载入都没开始 那 对 那应该游戏掉线吧你赶紧重登一下 我看看 我看看 没有 确实没有你 鱼雷来机 注意回备 做 不要把裁判想得那么不专业嘛 他这是属于用鱼雷机速投啊 准备 一下第一队鱼雷机想强行鱼骨鱼 他肯定没机会 毕竟 反应太快 他鱼不到 没有机会投弹 然后就被战斗机打掉 1201就是 放弃跟对方纠缠 他依然是想 这样的速度快 想想先进去是吧 对 日系 对美系 一般都是这样 直接 反正哥速度快 有种你来跟 就往前走 越过你不会跟你狗斗的 我们过于在你们这个圈子里头 但是没有上 趴着的 看看你们家潜艇 还在点亮吗 上来找打吗 那上来马上铺天盖地 不知道什么东西就下来了 然后被射一脸 看到你们家布鲁克林跟草草 草草拉烟放雷 这也是一条常识啊 航母都没搞定 你还敢站起 对啊 这完全是多死 但是这个现在你们201 已经跑到我们边上了 而且航母就在里面呢 草草点亮了 哎好荒啊这个 随便买卖 这个布鲁克林被拿掉了一血 那个草草也是离死不远 啊 草草草荒不择路 能不能跑掉 一个四连射 哎四连射并没中 我看一下你们这个布鲁克林 啊那么远 好 躲雷应该还是哎呀不好说 哎呀 哦 这边有肉池 我看看是不是有肉池 虎鱼打掉了利根 这尼玛 利根估计就是打烟然后不 而且那个草草 你们家那个草草健康状况不怎么好呀 呃 是啊 然后我们这边菊花好像也 也被追着搞 你们后面是不是炮船上来了 肯定是啊 我看着一把一把的炮弹在往这里飞 主力都在二线 然后我我我我我切到航班身上看一看 哎 又放雷 我靠 放了一排赶紧转向 哦 雨雷一头没用 这个生前一二零一应该意识没问题 他是打完雷立刻按下前 这个 这种雷打的不够深 其实他不应该去打度克林匹别 直接超哈 更前面打 对 所以说一旦潜艇他后面有炮船 他又咬住你 这个 这个就 有点头大了 然后这时候一把鱼雷 哎呀 句话 没中 哎呀 两发就 就没完全躲开了 还好还好 但是这个又要来一把呀 这一把你没有转向空间了 而且被炮给揍死的 哦 我靠 然后布鲁克林又撞到尸体了 闪缩尸侧既然进了射程那你没什么机会逃 好 这个 这个前后都有 我看你怎么躲嘛 无处可逃 雨雷一只血肉 这横数是个死 我看你怎么办 必然的结果 既然你撞了尸体 你就没什么活路 哦 随便玩玩这个是打的好猛啊 风生水起 简直跟机体嗑了药一样 然后我们这边来了一把鱼鱼鱼 他应该是投战略剑的 投战略剑 肯定投战略剑 因为他速度慢了 他要中了 然后躲不掉 一二三 但是没死没死没死 没有权重 你抢一下投死 残忍获剑 肯定要权重 才行 嗯嗯嗯 这一轮打完 现在双方基本上拉回了同一水平线 就是随便玩开局的损失现在已经转回来了 对 但是哎 也也还不好说 但是差距也不是太大 现在双方是 甚至单位来讲 现在只是说还是一个军事局啊 继续看 随便玩的弱点应该是潮潮的血滴 他现在不敢上去点 对 然后我们这边的 潮潮血量几乎还是满的 但是要考虑 就这样来就看飞机的运用 现在一样 因为这时候随便玩是 依然是领先一个航母 他炮船少一个但是航母多 哎呀 双方这也是拼了 又开始有点焦灼了 打放 头中山霍斯特 山霍斯特一定是被开炮没看 现在我们家古鱼是反绕回来绕到这个上面来 看到你们家的利根 这个山霍斯特现在也快死了 嗯 有弹没弹呢 看算了半天不见头 啊 他开始鱼这个利根 不行看来是没弹 好利根没了 哎呀都是你们偷鱼雷了 他生前前前下去了吗 换成 啊好好好 我就下去了 我靠 还有关系 这个时候我说实话死了也没什么关系 但是 随便玩玩要跪了呀这个 啊 看来是3比0的节奏 因为 炮船死完这局就结束了 哎其实我觉得 每一把随便玩玩都打得让对面 有点害怕的 应该都有机会的 啊 是这样 你看刚才把那个都逼到死角 横数都是死 应该打成狗了 我靠 这个时候战斗机 死也要亮你 各种强量 这你要把我怎么办吧 哇 这就是 没什么办法 啊大缝没有防风炮就是这么苦逼 然后投一把 这个你怎么办嘛 这怎么躲 你还开小宇宙 你开了又怎样 呵呵 呃 不不不 这航母没有小宇宙可开 哎呀 哎呀 种A 啊没了没了没了 只剩下一个了 但是那一个也无补于事 这 这你能把它怎么样吗 人家那么多 啊应该洗文乐剑要求全肩了 呃 会全肩 这一局肯定会全肩 啊他已经放弃治疗了 但是 啊好好炸死了炸死了 超超几发连头 这两支队怎么说呢 嗯 这两支队的话就是 阵型上都是有 嗯 嗯 只是看 你抓炸弹的时候能造成的战魂有多大 对对我 我觉得其实 就这两三把来讲 其实每一把随便玩玩这边都是有机会的 而且 嗯 几乎每一场都是曾经一度在战场上占据了一定的主动权 搞得对面是非常难堪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 这 又被打回来了 这就是讲一个这个高速转场时的阵型控制 这边你看最后一一场嘛 那个呃 他201上了自己速度快就直接往往里面钻 然后钻到之后那边炮船也过来了嘛 我靠那简直打的 打的这边烤船这边快死了呀 嗯 怎么说打的不够快 打了两个之后 1201他他就是一直深浅 这时候起不到两样作用 嗯 嗯 他他这种情况下 其实应该更快的向前切入 是吧 虽然对方还有一个驱逐 但是也不能怕他 等于说是他其实前面做的不错 给给了很强的压压迫感 但是没有接着压下去 你这边一缓 啊 是吧 你缓了对方骨鱼就过来了 嗯 他就 他会从那边反绕过来的打你的 这很明显是打一个转圈嘛 也是 因为你你注意看整体阵型控制 他这个地方说实话 他一定要一不作弃 把他打死才行 他是不能停 一停的话 他的大套会会两个都得死 你想一下他的 利根死之前 他们大奉都在什么位置 嗯 是吧 全部在 顶上一个A线一个B线 这两个说实话 对方绕过来 你哪个都跑不了 对 但但其实觉得哎呀 这还是对节奏把握不是很好 本来本来以 有机会能赢的 我靠 这个只能说 上 这个还需要锻炼 才能成为真正的强队 我靠 我刚我刚要说他们快打出风采了 然后就跪了 这东西就是他们 就说在高速移动中 你要想整保持整个舰队的阵型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真正的强队就是 因为你在慢速阶段中 大家都知道这个阵型如何保持 区别就是高速移动中 你能不能快速开炮 对 这一整套操作是不是流畅 对同时 同时兼顾整个 舰队的位置 还能保持良好的阵型 那就是真正的强队 嗯 那现在今天的这一期比赛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